大家好,我是升哥 今天要说的角色故事就是 Yes! Precure Fight 春日冶力 Cure Lemonade 那么准备开始吧 春日冶力 梦想学员一年急升 初登场于第一集 是个新人偶像 某天他烦恼着 机缘巧合下看到蝴蝶 跟过去发现 Precure情报 由于思想较成熟 加上党齐因素 力在学校没有朋友 跟Wang相处后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喜悦 也说出了战善舞台的梦想 之后怪物出现 力只能先逃跑 中途想到Wang的话 他决定回去帮同伴 此时黄色蝴蝶飞到他面前 手表出现了 于是力直接开始变身 代表活力的柠檬芳香 Cure Lemonade就此诞生 大特征就是 双马尾变螺旋状 使出必杀技 Lemonade Flash 攻击怪物 但是能力较弱 无法将其进化 不过能帮助伙伴脱困 之后林跟Wang成为他的朋友 再来又认识小丁与香恋 他喜欢咖喱 食物都会加咖喱进去吃 而且有时候跟Wang蛮像的 但有个毛病就是 有时候答非所问 还会不看场合吐槽 让同伴头痛啊 也因为成熟的思想 力的话很有说服力 Nuts的店就是他提议才有生意的 为了近期出道 力吃了好几盘食物 结果因怪物搅局 变成Precure Show 还好打灯才没被发现 可是游乐园要求再一次 力很尴尬啊 力的爸爸叫米歇尔 是个法国人 在日本住了20年 日文很流利哦 所以说力是光美 第一个混血儿 他为光明教征战 跟米歇尔四身交 个性蛮风趣的 但他们偷看令力不满了 虽然妈妈因病去世了 不过力并不寂寞 大家也发现到 他看着笔记烦恼 不料笔记被格里马抢走了 还把他变成怪物 原来啊 他是力妈妈珍贵的东西 里面都是回忆联系 在同伴帮助下 力变身教训格里马 爸爸跟外公也因妈妈的事难过 可是家中还有力 所以才开朗拼命的把他带大 力也为了让大家担心 这件事道歉 他想做出妈妈味道的咖喱 才这样出去的 咖喱出来以后 大成功 连爸爸都认可这味道 有天力被唱片公司看中 问他是否与歌手出道 但力对歌词没有灵感 同伴还说的很简单似的 让他伤心跑走 不过在望开导下 他找到目标 成功写出来 很不巧的又被加码欧突袭 但力不再迷茫 坚持传递给大家 走出歌唱表演的第一步 并登上真子的报道 被超瘦化的格里马攻击后 Lemonade见到另一个自己 认为努力工作不想当Praker 还说太天真怎样的 提到入学决心时 Lemonade犹豫了 陷入绝望被戴上面具 太恐怖还是别放那一张 在Dream的激励下 力感受到温暖 与大家一起脱困了 他绝不放弃伙伴还有梦想 全体使出梦想旋风 击败格里马 只要一提到吃的 力就会马上回答 嗯 果然是吃货啊 在29集时 Lemonade获得新道具 柠檬水祥版 招式Lemonade Shining 终于能进化怪物 再来力准备试镜电视剧 但最后台词要自己想 分手自己要表达心情的一幕 虽然有练习了 可是力想听听小丁的想法 知道对方烦恼后 他明白重要的是 最终变成没有台词互相凝视 强烈表现此刻的心情 因为自己常演戏 力也很讲究打灯光线 也因经历这些 即使被绝望覆盖也阻止不了他 在迪斯帕拉雅请求下 与大家将其封印 到了够够片 力依然努力演出 途中见到一位新角色 来自Cure Rose Garden的史洛普 因为新组织永恒博物馆入侵 力获得新的变身手机 用红墙为力量 再度成为Lemonade 整体造型更加华丽 真的是官方亲女儿之一啊 再来他要试镜电影女主角 要抓Polomys的时候 不巧经纪人出现 结果剧本忘了带 不过同伴都支持他的心意 在史洛普帮助下化解危机 虽然力都背起来了 但只要剧本在 仿佛同伴就在身边 让他充满勇气 得知同伴有危险 即便轮到他了 力还是离开市境 赶去帮他们 变身使出技能 Polizum Chen 束缚怪物将其进化 事件结束 经纪人还是会帮他找工作 一起加油 Polizum Chen也能将干部捆住 就是说你啦 活醉酒反派 在Milky Rose加入后 Lemonade成为辅助角色 有天力很难过 被史洛普发现 但很快又恢复了 双方对谈中呢 力也告诉对方妈妈的事 力小时候看他演出 就决定要当演员 即使单挑怪物 Lemonade也拼命保护史洛普 他很好奇 究竟舞台上能见到什么 所以绝不在此放弃 他也发现自己跟史洛普相似之处 在对梦想的坚持下 与大家共同战胜敌人 还收到同伴做的护身符 之后得知啊 力不是强颜欢笑 而是因为有望他们的笑容 使他继续努力着 史洛普还给他乘车券 可以飞上天哦 为了救出拿走Roseback的史洛普 Lemonade将巴达克斯捆住 让大家前往永恒博物馆 在可可王冠帮助下 Lemonade获得闪耀花剑 5人使出Rainbow Rose Expression 击败巴达克斯 得知由西美家中没客人 累想再用传单手段 但那些店当然都不准张贴码 听了史洛普建议 两人总算成功一点 结果招来活醉酒反派 将传单抓烂 否定Lemonade单独处事 但同伴依然相信着他 旁观民众也因力的努力 被吸引进来吃 为了明年帝国巨蛋的演出 力下定决心要通过终审 练习绕口令时 史洛普察觉他的意样 力告诉他 这次的音乐剧 跟妈妈演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样的 不巧的 史比雷塔夺去他的歌声 赫嘎仔两位国王宝珠贝壳 在大家支持以及努力下 力终于合格了 任务达成之后 力也用上了乘车券 天空仿佛特别舒适啊 击败馆长后 力还去了帕鲁米埃王国 为精灵们表演唱歌 也为弗洛拉的种子 敬一份心力 故事的结尾 力终于登上梦想的大舞台 来做个总结吧 外表看似活泼的力 想不到会有这样孤独的过去 但是跟同伴相处后 他渐渐敞开心房 跟家人进一步的互动 坚定的朝梦想迈进 甚至能鼓舞史洛普以及帮助同学 也是成长不错的角色之一 大家对力有什么深刻印象呢 欢迎底下留言讨论 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以及分享出去 我们下次见